她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 女孩子凡事要小心 穿着要保守 行为要节点 危险的时间 危险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开 否则问题出在不懂得避开的人时上 以上是洗话来自赵南柱的 82年生的金智英 一个人一本书 你好我是千云 每次只要有女性被性侵的新闻 就少不了谴责女性的恶毒评论 这让我感到相当荒唐 改编自《得理公交车案件》 电影《一个母亲的复仇》里面 有一句经典台词 我教了我的女儿20年 让她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你却一秒都没有教过你的儿子 不要伤害他人 这个时代竟然还会有人 因为女性穿了迷你裙 或者是一个人去旅行 就迂腐的认为 被性侵了是你咎由自取 这样子来谴责受害者 却对加害者 只字不提 我希望将来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样 在走夜路的时候 不用担心受怕 更不是只有女性就应该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是生而为人 谁都不该伤害别人 以上是每日的书中一席话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